送走阿安后 现在就只剩下阿喜的事情需要处理了 我需要做一个局 将李哥等人一网打尽 我们几人回到了房间里后 我看着老王他们几人说道 等一下我和森哥要去办点事情 王哥你们几个就在房间里休息 不要乱跑 估计外面到处都是找我们的人 我话说完老王点了点头 等 我知道 你和阿森去就行 注意安全 安排好这些后 我和阿森准备去单房处理阿喜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 陈哥打来了电话 提言子 你们现在安全吧 嗯 现在安全 陈哥 那就好 你能不能搞到那个李哥的照片那些 我发通缉令通缉他 两百万弄嘎他 陈哥 不需要这么多吧 风浪越大 越越贵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好 陈哥 等一下我把李哥的照片发你手机上 挂掉电话后 我找到了四姐 从监控里调取了李哥的照片 发给了陈哥 随后我和阿森来到了关押阿喜的单房 邪哥 邪哥 改了没 改了的话 我就安排人把你抬来香蕉地里去了 在听到我的声音后 阿邪睁开了眼睛 看着我求饶道 哥 哥 别嘎我 你们要知道啥 我说 现在你把那个暴露我们行踪的人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但凡有任何一句假话 你知道后果 说完我打开了手机录音 阿邪说的是真是假 我自己知道 我只是验证一下而已 相当于是个证据罢了 你们的行程是曼经理提前打电话告诉李哥的 刚开始李哥不相信 以为四姐要见曼经理的手摆台一刀 想要以此来引李哥上钩 阿邪说完我问道 那后来李哥怎么相信了 是曼经理告诉了你和他之间的过节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所以曼经理和李哥一拍即合 决定联手除掉你 阿邪说完 我内心涌起一阵杀意 我操 这个狗日的曼苏真的是个老鹰饼 好一个借刀杀人 妈的 老子越想越气 我现在立马就去嘎了他 阿邪说完怒气冲冲地往外冲去 我一把拉住了阿邪 怎么 这你能忍 我不能忍 三哥 别冲动 嘎曼苏很简单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 曼苏相当于菠菜场的代言人 这不是直接打三姐和四姐的脸吗 我话说完 阿邪强忍着怒气纷纷不平道 那就这么算了 三哥 你放心 不会这么算了的 曼苏他喜欢玩 我和他慢慢玩 我不玩打他我跟他信 阿森冷静下来后 我看着阿邪说道 邪哥 暂时在这里委屈你两天 等我事情处理好了 会第一时间安排车送你回国的 稳定好阿邪的情绪后 我和阿森走出了单房 阿森回到了房间 而我则去了四姐的办公室 在办公室门口我又看见了曼苏 走啊 天眼子兄弟 我看着曼苏点点头 嗯 走 曼经理 你站门口干嘛 有啥事进去说吗 我就是故意恶心曼苏的 果然曼苏在听到我这样说 后脸上表情也有变化 曼苏强忍着怒意道 也没啥特别的时候 就是路过这里 顺带看看 曼苏说完我朝着曼苏 微微一笑开口道 好的 那曼经理你慢慢看 我进去了 说完我没再理会曼苏 推门走进了四姐的办公室 看到四姐后 我直接开口道 芸汐 等一下有时间吗 一起出去走走 四姐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爷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到穆姐这么久 今天是第一次约我出去玩 我看着四姐微微一笑 之前事情比较多吗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当然要好好感谢下你 怎么 没时间吗 没时间的话就算了 得 谁说我没时间的 我肯定有时间啊 嗯 那好 有时间就行 那等一下我来叫你 中午吧 中午一起吃个午饭 然后下午一起在穆姐逛逛 得 那我先回去换下衣服准备一下 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就行 随后四姐泡了一壶茶 我俩在一直聊天 四姐的办公室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知道曼苏此刻肯定还在门外偷听着我和四姐的对话 我就是故意这么做 然后好激怒曼苏的 时间来到十点 眼见时间上差不多后 我和四姐一起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四姐直接下楼回家 而我则返回到了房间里 给阿森交代剩下的事情 来到房间后 我看了一眼老钱 阿森心领神会的走了出去 让阿森出去干嘛 他的也无所谓啊 反正是我们自己人 怕啥 三哥 很多事情我去做就行了 不想把阿森也牵扯其中 不管我以后走到哪一步 我都一定要把他安安全全的带回去 我不希望他和我一起去做那些事情 我话说完 阿森点点头 这样也好 很多事情 不知道更好 阿森干干净净的 以后回去也不会有啥事情 你也算对得起他爸妈了 是的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三哥 说正事 是这样的 等一下我和四姐出去 到外面后 我会自己单独待一会儿 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你去单房 故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阿邪 最好是不经意之间让阿邪听到一点 我没收阿邪手机就是这个道理 留他有用 我话说完 阿森看着我问他 那他听到了给李哥打电话咋办 森哥 这个不用担心 阿邪这小崽子 你别看他看着脑子不正常 其实他鬼惊 你知道他被抓到这里 为啥不给李哥他们打电话通风报信吗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李哥没能力把他从这里弄出去 刚刚他说的操作就是试探阿邪 看他会不会放消息出去 他放了消息 等我回来 直接赶了他 没放消息 你就让他打电话告诉李哥 说我在木姐露脸了 我话说完阿森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嘴里吐出两个字 牛逼 你是真不怕钢 用自己当诱饵 引诱别人上钩 以前我还觉得你也就是长得帅点 嘴巴会说点 当木姐后 我才发现你是真的不怕钢 啥都敢干 以后你别叫我森哥了 我管你叫皮哥 阿森说完我苦笑道 森哥 你别挖苦我了 我也是没办法 不是有句话叫做不入虎穴 焉得胡子吗 我不露面 曼苏和李哥都不会露面的 那万一他们不上钩呢 呵呵 李哥上不上钩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确定 曼苏一定会上钩的 曼苏已经等不及除掉我了 给阿森的事情交代完毕后 四姐也给我打来了电话 让我下楼去找他 没想到四姐把虫虫也带着 皮哥哥 好久都没见你了 我好想你 我摸了摸虫虫的头 虫虫 哥哥也想你呢 等一下带你去吃好吃的 芸汐 我们走吧 现在已经下钩完毕 就等曼苏咬钩了